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起意外发生在12号中午12点半 地点就在三重新北大道上 就因为计程车左转没理让执行车 酿成拔车连环状 计程车里头两名乘客受伤 黑车副驾驶坐上的朋友也挂踩 最倒霉的就是淡转挨撞的机车骑士 四人送医 总共七人受伤还好伤势都不重 他是来蛮多台救护车的 至少三四台左右一定有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人抱枪 另外一部自小客的驾驶 为什么要进行离开 那个同车有人并没有说明 只是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离开了 唯一的是明明就是小黄 要负比较多的责任 但是黑车驾驶却第一时间 就落跑逃逸无踪 警方现在全力追捕 要赶快找到黑车驾驶 三立新闻顾言聪 陈昭文 新北报导